坐镇主场的北京国安队应该说没有辜负公体数万球迷的呐喊 最终3比0完胜山东鲁能打赢了这场漂亮的翻身战 今晚的比赛主教练斯塔诺把邵嘉一安排进了首发名单 高举进攻大旗的目的不言而喻 比赛开场仅35秒 国安队就在鲁能门前制造险情 可惜格隆辜负了张希德的妙传 错失了为球队拔得头筹的机会 阅林军开局阶段的猛攻似乎让对手感觉很不适应 上不上第20分钟 国安队再次打穿了鲁能的后防线 面对高速插场的张希德 鲁能门将耿晓峰无奈选择犯规 主裁判果断判罚点球 并且向耿晓峰出示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 但也许是还没有适应新的草坪 面对着点球机会 卡努特竟然是把球打在了横梁上 这样山东鲁能队也是幸运的逃过一劫 虽然浪费了点球良机 但重新稳住阵脚的国安队 依然没有停止进攻的脚步 四分钟之后 邵嘉一送出一脚精准直传 格龙反约未成功 赢得了和耿晓峰一对一的机会 但是面对出击的耿晓峰 格龙的挑射依然没有能够转化成进球 连续的几次死力逃生 显得鲁能今天晚上的运气似乎是出奇的好 但是所谓事不过三 这37分钟鲁能的球门终于宣告失守 卡努特前点百度表现活跃的张希哲再次杀出 一脚势打力沉的射门改起了场上的比分 1比0 面对国安的强攻 山东大汉门的防线终于举手投降了 上半场比赛结束前 鲁能外援迈克格文对格龙背后犯规 也是让自己吃到了黄牌 而在邵嘉一向裁判申诉的时候 澳大利亚后卫还不冷静的上前推嗓 一度引发了场上的混乱 这多少也反映出了鲁能队员焦急的情绪 带着1比0的比分一边之后 第56分钟 国安队的封线三叉戟联手为大家奉上了一次漂亮的团队配合 在接到邵嘉一的传球之后 卡努特没有丝毫调整 把球送给了位置更好的格龙 俄瓜多尔人一蹴而就 国安将领先优势扩大为两球 但是国安队的进球表演并没有结束 下半场第73分钟 进球工程张希哲投桃报李 为卡努特送上妙传 马力前锋怒射破网 一扫错失点球阴霾的同时 也将自己的连赛进球数提高到了7个球 本场比赛国安队不仅前锋给力 上一场比赛略显低迷的杨志 也在攻体找到了自己的节奏 比赛第84分钟 山东外员安塔尔一脚近在咫尺的攻门 被杨志神奇化解 而面对着对手的捕射 杨志再次化线为一 最终国安队在这场全面爆发的比赛当中 3比0战胜强敌山东鲁能 赢得了这场强强对话的胜利 体育频道综合报道